你怎么了 你应该问一问你自己 你到底怎么了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哥和我嫂子已经复婚了 而且他们的感情正在修复 你到底要想怎样呢 我没有想怎样 我就只是关心一下你嫂子 我怎么了 你那是关心吗 你明明是喜欢的你爱的她 想什么 你是不是有病啊 文雪 你到底想什么呢 我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 就生意上来说 我跟你嫂子是合伙人 就私人的朋友关系上来讲 我跟你嫂子是从小到大的朋友 现在再加上张仪这层关系 她现在受伤住院了 我去关心关心她怎么了 你恰词夺理 你瞒得了别人 你瞒得了我吗 行 我先送你回店里 还回公司 不用了 我现在就下车 你真的要我下车 是你自己要下车的 我没赶你 行 我先送你回店里 不用了 我才不要坐你的车呢 老文凯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给我找陪护 我就绝食 行不行啊 多大人来刷小孩子脾气 找陪护 抓紧 要不然我真的决食 我说到做到 你需要做那么决 闻雪不知道我们复婚是假的 可以原谅 你呢 还想继续装糊涂啊 请你尊重我行吗 行行 给你找陪护 找陪护 OK了吧 你就告诉文雪 说你的公司 确实忙不过来 行 你先吃点东西吧 我去找 你找来了 我再吃 王眼 摆机不吸一下 我去办那事 我去办算 你不知 我给我的钱来 我给你的钱来 我给我的钱来 明明我口载的又几百块钱 怎么油了 我也不知道啊 真的 我真的没看见 你啊 你听的 你听的 我给你的钱来 把钱拿出来 快点 我真没拿什么钱 我再说一遍 把钱拿出来 要不然你就后果自负我给你说 拿出来 谁说没有你 这就是你的子方线 冲击以后 咱家不准有小姐姑姑 你说什么 要跟我嫂子找陪户 那没办法 现在太忙了 我公司里也忙 你的店里也忙 王可现在情绪也不是很好 再说那分店装修 别得需要我 我嫂子现在更需要的是你 本来两个人复婚时间足不长 你就不想借着这个机会 修复一下感情啊 行了 我跟你嫂子感情修复问题 你就别操心了 来客人 你先忙吧 我走了 哎 我早就走入冰箱了 那个 我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你能听见吗 他早好像哭了 要不然 咱留他在这吃饭吧 好吧 那我去盛饭了 行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过的是个什么日子 每天天不亮我就得起床 起来给他们爷俩做早饭 这做了饭就得去买菜 这买了菜还得回饭店前前后后的张罗 这一天下来呀 脚都弄磨出跑了 可是就这都恶不热人家的心 一天到晚想放 王贼一样的放着我 你说我累死累活 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么干活 我怎么就成了贼了呢 我 我就是不明白 我怎么 你说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我怎么就活成这样了 我 我难受 真的留意 这日子我过得太难受了 你知道吗 我心里堵的呀 有的时候 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 真的就压在我这心里 让我喘不上气了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我就想找个人说说话 都找不到 刘姨 胡说不就在想 还是你最好 你说我以前老说你窝闹窝闹 其实 其实你对我最好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 也算是明白了 这就是报应 像我这样的人 这是活该 这是自作自受 就应该造这样的报应 是不是 要不然的话 那老天爷就不公平了 对不对 不是说 好人有好报 坏人遭报应 我现在遭到报应了 可是刘姨 可是刘姨 你是好人呀你 刘姨 你就醒来吧你 你得睁开眼睛啊 你得睁开眼睛 你看看啊 你看看我现在 做的这个报应 刘姨 刘姨 我求求你醒来吧 刘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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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子 来 吃饭 大嫂 小慧都做好了 你就留下来吃一口吧 是 大嫂 吃完饭再走吧 我还有事呢 饭就不吃了 老三 以前大嫂对你真的 做了态度过分的事 你说这饭 我怎么吃得下呢 本来我今天来 想给你大哥买些东西 结果出来找去就把钱忘带了 你们别介意啊 大嫂 您太客气了 我跟小慧啊 是真心想留你下来吃饭 我有事就不吃了 你们吃吧 我走了啊 大嫂 大嫂 好 可凡 最近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上次考试 我在我们班是第二名 是吗 我儿子真了不起 儿子跟着你 我很放心 你呢 最近怎么样 过得还好吧 挺好的 那就好 可是我怎么觉得 你今天气色不太好 怎么 身体不舒服 我缺一段时间 减肥呢 减肥 妈妈 你本来就很苗条了 还减肥干什么 减肥 漂亮啊 可凡 他爷爷奶奶身体还好吧 都挺好 其实想一想 你爸爸的想法 是对的 你变了 要我说呢 你也别减肥了 一来你不胖 二来 年纪也不小了 为了健康着想 还是别减肥 放心 我心里有数 照顾好儿子就行了 可凡 多吃点菜 嗯 来 要多吃鱼 这样才更脆 谢谢妈妈 哎 妈妈 你也吃点吧 也是啊儿子 来 谢谢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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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走了 来 妈妈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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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咱俩 还没收拾完呢 快了 行 我来 我来 没事 慢点 没事 慢点 哎 这文凯呢 哪车 去本出院审讯了 你今天怎么有空 你出院 必须有空 哎 妈好了 哎 你来干嘛 刘云今天不是出院吗 大包小包这么多东西 您的意思 你有车 我没车 我不是这意思 我告诉你啊 不麻烦你 这满大街都是出租 文凯 顾刚是好意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行行我来 我来 哎 我们走 慢点啊 哎哎哎 顾刚 你有别的事 什么 拿着帮我来 行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刚好立即 我来晚了 你可来赶紧把包借过来啊 我刚还有特别重要的事要办 我爸来 别别别别别 这包特别长 哎呀没事我哥都交在了 你就给我吧 哎呀 这特别成我来拿就行啊 哎你别打出租车 我车都开过来 哎 哎我刚才给妈打电话呢 说家里收拾得干干净 就等女主人回家了 谢谢啊 他两口才客气啥 对了我前两天去看大哥了 大哥现在情况很好 你放心啊 你去我嫂子大哥家了 对啊 你嫂子注意哪有时间啊 我怕了担心 我去了几次 对刘云 我给你汇报一下 昨儿大早也回家 回家 对啊 回家看大哥啊 我估计她现在过得不是很好 是吗 啊对刘云 我还必须得给你提一下小慧啊 这丫头 这现在把那大哥照顾的 那叫一个周到啊 哎不如这样 你不回家了吗 出院了吗 咱把小慧和刘芬都叫了 一起吃个团圆饭 可是大哥离得开小慧吗 也是啊 没关系 咱这么办啊 咱明儿啊 去超市买点东西 去看看小慧 不管怎么做啊 我这当姐夫的 个个都得想到 对不对 呦 忘了给刘芬打电话 你出院她还不知道呢 喂 喂谁啊 你姐夫 哦 姐夫有事吗 是这样啊 你姐出院了 晚上过来一起吃饭 好吧 好嘞 嗯 刘芬晚上过来 文雪 晚上回来一起吃饭啊 接着哥给你露一首 平时不显山不露水 这关键时候见真功夫 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多 媳妇出院高兴啊 来 来 把孩子给我吧 我来喂他 哎呦贝贝 来 喝奶了 嗯 楚清啊 这复婚啊 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你二姐和你二姐夫 不就复婚了吗 来 妈 我觉得这事不是真的 二姐的脾气我知道 这复婚还有什么真的假的呀 这小两口吵架了生气了 一时气头上就去离婚了 两个人想通了说开了 又去复婚了 这不很正常的吗 妈 听着口气往家不出去一样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觉得呀 你这样下去不行 你看 咱们院的李阿姨给你介绍男朋友 你也不见 难道 你就想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 就这么过下去啊 我觉得 刘帆人不错 就你这脾气啊 除了刘帆 谁还能容忍你啊 文凯 你这干什么呀 哎妈 您别管了 这男人的事啊 都不要管 刘帆 看他这酒了吧 是 向你道歉 向我道歉 向你道歉 还有向刘家道歉 我原来确实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干得没有 都在这酒里了 啊 来 喝了呀 姐夫 我真不能再喝了 你看你还叫我姐夫 对吧 哎 那姐夫呢 告诉你 这喝这个酒的名堂 你要是把它喝了 哎 你就原谅我这个姐夫 你要不喝呢 那就是不原谅 那我接着喝 行了行了 哥差不多 别喝了 刘帆哥不原谅我 这酒我就是喝死了 我也得喝 姐夫 这酒我喝 哎 痛快 来我敬你 来 别喝了 吃点东西再喝吧 又来人累受不了 哎 我媳妇说不喝 吃饭 我媳妇的面脸 那那那我服从媳妇面脸 那就是我天职 哈哈 来吃饭吃饭 喝那么多酒干嘛呀 吃饭吧 来 哦对了 我妈还给你包了饺子呢 我去厨房给下饺子啊 行的行的 你们吃吧 我去 你 对 我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大哥呀 刘帆呢 不在 那正好 咱俩可以聊聊天 哟 还挺有礼貌的 我呢 就是邪了 来看看 小慧 我发现呀 我以前 还真的是小看了你 这是我的失误 其实 我知道你身上的一些品质 是可以吸引刘帆的 而这种吸引 是可以引起她的怜悯的 以前我们俩没有离婚的时候 小区里的流浪猫流浪狗 它都会难吃的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你呢就是为了要跟我说这些 我说过了 我只是没来看看 给你讲一些道理 一个女人呀 最重要的 是要知道 自己有几经纪两重 不要没脸没皮的 我们别认识两天 好了 不用送了 带来 带来 云甲 带来 我们家筹 带来 李朕 他给张 开 你的 小慧 我要给你家 包的饺子 特别好吃 我给你带了一点 你赶紧过来吃 吃过饭了 不饿 你这好好的怎么还喝上酒了 高兴 高兴我就多喝了一点 来 水没了 你给我倒点水 对了 小慧 你把这个 拿回去热一下 热的好吃 我不吃 你拿我当什么 当流浪猫还是流浪狗 觉得我可怜是吧 你好端端一个人 我怎么可能把你当流浪猫流浪狗 真的 小慧 你要狠狠脾气一下 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思想呢 你叫什么 叫自亲自见 太奇怪了 你不能有这样的思想 很多人的思想 拿我去热一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让我密布一下从前的故事 咱复婚吧 睡吧 你现在还不清醒呢 没说那么多了 赶快睡吧 喂 我知道你没睡 我都已经睡半天了 你吵醒我 不用撒谎骗我了 找我什么事 聊聊 有什么事明天再聊好吧 现在就想聊 行 你说吧 我知道你今天心里很不舒服 但是有句话我还是要说 你可以不接受我的感情 但是请你不要再去破坏我哥和我嫂子的感情 就是这样 你 喂 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话 上车吧 上车吧 这清静 怎么好好谈谈 谈什么呀 这是咱们俩言们之间的事 我不希望第三个人知道 行吗 说吧 你跟刘云复婚的事 是假的对吧 他跟你也说了 他没告诉我 是我自己问出来的 是啊 怎么了 既然你承认了 那就好办了 你想干嘛 我要娶她 你有病吧 打从你跟刘云离婚那天开始 我就已经有这想法 当然 我是一个理智的人 所有事情在深思熟虑之后 我才会决定 但我决定之后就不会再改变了 这就是我今天找你来的原因 你这是跟我下挑战书了 谈不上挑战书 OK 这世界上 很多事情都是有因果的 你以前怎么对刘云的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当然 刘云现在对你一点留恋也没有 这点你也是理解的 我知道你现在 想回头 想和好 但很多事情 不是你在事后 说了道歉 就能挽回 因为你已经把刘云的心伤透了 刘云假装和你复婚 那是为了孩子 王文凯 如果你是个男人 你就不要利用她这点 占她便宜 谷哥 我告诉你 如果我想把刘云争取回来 我一定会用光明正大的办法 这一点你完全不需要操心 那就好 忘记了归期 每一次梦里相遇 无声无息 拥抱着空气 我愿意 还好吧小灰 还好吧小灰 对了 刚才姐夫来了 什么时候 就刚才呀 你在楼下没看见她呀 她怎么突然来了 她给大哥买了好多东西呢 说以后尽量准时来看大哥 他说以后尽量来看大哥 嗯 什么意思 好像说 说对不起大哥 好像是这么说的 我篮子里的衣服你都给洗了啊 对啊 我那兜里还有 我这份我这份 我放在那个衣柜的最下面 哪个抽屉里了 哎 这是我内衣 我自己洗 哎呀环保 节约用水啊 看上来 我知道 那一要跟别的分开洗 我不单挑出来了吗 今天是我们第二家分店正式开业的时间 我们心里都特别的高兴 我要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谢谢 今天新店开业啊 有优惠啊 多买多送啊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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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 这边看看啊 快请快请 快请啊 快请进 喂 刘芳 我想跟你谈谈 我跟你无话可说 哎 贝贝病了 病了 什么病 现在在哪 在家呢 晓芯啊 你不是骗过我吗 我怎么会拿孩子的事骗你呢 行 你等我一下 回来了 回来了 孩子怎么了 小王 先帮我孩子进屋吧 好 孩子什么病 想爸爸的病 你不无聊吗 刘芳 既然你都到家了 就先坐会儿吧 快 你来看贝贝 说明 你心里还想着贝贝 对吧 刘芳 这一段时间 我想了很多 我一直在反思 真的 我知道自己 做错了很多事情 我向你说一声对不起 你还想玩什么花样 我都认错了 你还希望我怎么样啊 你已经认错很多次了 我每次都让步 我还有可能相信你吧 哎 刘芳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个机会呢 你二姐跟你姐夫都复婚了 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啊 你别再折腾了 初浅 找个人 好好嫁吧 如果我一定要跟你复婚呢 初浅 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了 我本来不想说伤害你的话 可是你得得让我说出来 你给我挡着 咱们的新店能够顺利的开张 这都得感谢我哥 哥 我敬你一杯 来 行了妹子少喝点啊 你的意思 哥明白 不行 这些天你忙里忙外里都累坏了 不管怎么样 我这当妹妹都得谢谢你 我可不能像某些人 忘恩负义 哥我干了你随意 行 这杯喝完别喝了 好啊 那你替我喝 咱们开业头一天 进出顺利 但也不用喝醉吧 是啊 喝多了胃也不舒服 心里舒服就好啊 再说了 你们前阵子都忙 对不对 分店装修 跑里跑外跑去跑 谁呀 我呀 对不对 你还不得谢谢我 行 既然都这么说了 来 文凯辛苦 表达诚意怎么着 得三杯吧 文凯 没你的事啊 没事 三杯就三杯 算了哥 他喝一杯就行了 我替他喝 梅雪 别喝了你没事吧 嫂子这杯我敬你 来咱俩干一个吧 行行行 走 我带你到洗手间去洗 哎呦我不用 我没喝多 我这才刚喝 哎呀嫂子我真没事 哎呀 这个还差不多 对吧 公仔 嗯 咱们庆祝开业第一天 可以开心 但别找事 什么叫找事啊 这喝酒开心了嘛 对不对 哎 你看到我妹妹哦 醉成那个样子 对不对 一会儿啊 你打个车 把她送回去 你得保证她安全 至于留云了 你就甭管了 我们俩夫妻参扶着回家 小可 小可 你看看都几点了 听奶奶的话别等妈妈 咱们睡觉吧 嗯 看 哎呦宝宝 哎呦宝宝真听话耶 哎 明天还得上学呢 嗯 好孩子 哎呦 哎呦 我突然发现 被人参加的感觉 真的 很好 别说话了 别说话了 你知不知道 我最近一直在检讨我自己 真的很深刻很深刻的反省 我觉得我以前 真的真的对不起你 啊 所以 我想亡羊补牢 但我不知道晚不晚 我不管了 好了你就别说话了 你别以为我说的是罪话 我说的是真心话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说的是真心话 赶紧回家吧 你要 кор 慢点慢点 尝 水 你 ho 水 水 Optimum 데�ア 猜猜 猜猜 7 ini hear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着急 我先问一份 回头我给你打电话 你别着急 我先问一位 打电话